明天的天氣 風向上轉還是吹偏東南風的環境 而且水氣也是更為減少的狀況 所以各地都是以多雲到顯天氣為主 那只有在東半部地區會有些零線降雨 溫度上來講的話 在西半部跟東北部地位大致上都在15到17度 那花東地區則是在18、19度這樣一個溫度 那明天白天高溫的話 因為整個溫度上是會在跟今天相比是有略微回升的狀況 所以其實各地的高溫上都可以回升到23到27度 那甚至在南部地區 境內陸地區可能會回升到28、29度這樣的溫度 那到出溫之後的話 會有一道封面逐漸通過台灣地區 所以包括像是在北部東半部地區 整個降雨的機會就會逐漸的提高 那入夜之後的話 隨著寒流逐漸南下 那一直到初三、初四都是寒流的影響 各地的天氣都會轉而是非常寒冷的一個天氣形態 初三、初四這段旗艦的話 其實整個台灣天氣的一個天氣上來講 都是比較偏寒冷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冷空氣的話 一直到初四都還是在影響我們的一個情態 那一直到初五之後的話 隨著這個北方的高溫要逐漸出海 那台灣附近的風向上已經轉而是吹偏東風的環境為主 所以在初五、初六的時候 其實整個天氣上就是變得會比較穩定一點點 從初二開始有一個封面會逐漸通過的一個情形之下 所以包括像是在北部地區跟東半部地區的一個降雨情形 就會開始變得比較明顯一點點 那甚至在可能在初二晚上到初三之段旗艦的話 在中部的山區也可能會有些零星飄雨的一個機會 那這個情形的話一直就是封面通過之後 然後隨著含流有一個影響之下 那包括像是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 都是容易有下雨的一個天氣形態 那至於在東半部地區來講的話 只是以這個多零到前的天氣為主 直到初四之外期間 包括像是在北台灣的一個2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甚至在中部地區的3000公尺以上高山 是會有一些下雪的一個可能性 27號之後的話 可以看到就是說在北方是會有另外的谷高 會有南下的狀況 所以到時候在27號之後 可能會有再另外一股冷空氣的一個影響 所以到時候在整個台灣天氣 是會又會轉軟的一個情形出現 南投竹山紫南宮大年初一發潛幕的活動 改為快閃發送 當天公佈身份證莫三碼 符合的民眾都能了 南投竹山紫南宮春節期間香火鼎盛 但大年初一之前都會出現的常常排隊人籠 今年已經看不見 廟方為了避免信眾 把農曆春節都排隊排掉了 取消初一發潛幕活動 但潛幕還是會發 而是改用類似快閃活動的方式發 廟方說初一開始每天都會現場公告不同的身份證莫三碼 讓符合的民眾可以排隊領取 如果拿不到也不用擔心 出入之後也能夠到旁邊的捐血車 捐血做工藝 同樣能夠拿到土地公的波比 捐血本身就是一種行善的作為 那捐血又可以拿到前母 我覺得是非常棒的 做個工藝 然後順便求個發展 那都是三百份 另外因為疫情期間停辦搶頭箱的西羅福新宮 除了重新恢復舉辦 也在初一凌晨準備了八千八百份開運紅包 裡面放的雖然是一塊錢 但是是一塊錢美金 這排隊都排很長 不會啊 怎麼會長 我願意 因為紅包要放在哪裡嗎 我知道那個要放在錢包 還有那個欺負的功能 沒有幫助一塊美金開運紅包 象徵一元赴使 希望在疫情過後 讓領取的信眾跟美金 Dollar一樣 好運跟財運都到了 TVB的新聞 陳家貴張崇敏 雲林南投採訪報導 除夕夜副總統賴清德 回到故鄉新北市參拜廟宇 但也被問到新內閣的人士 賴清德說總統公務盟 當然對於內閣改組一事 他也充分尊重 因為是總統的職權 過年返鄉副總統也不例外 一早就先到金山廟宇參拜 順便跟鄉親拜早年 萬利老家門口也換上新春蓮 我非常誠懇地祝福大家 新的一年 新年快樂 不過賴清德今年的過年 跟往年不太一樣 法谷山壯中 總統不去 改他去 今年總統在公事繁忙 所以特別請我代表他 前往法谷山參加今年的活動 那這公事繁忙 是不是也包含了內閣改組 國際複雜的情勢 或是國內的各項挑戰 並沒有因為年節 而有稍微的停止 剛好適逢內閣改組 這部分也應該是他當前 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內閣改組 這屬於蔡英文總統的權責 我們充分尊重 畢竟內閣改組 真的是眼下當務之急 瞧瞧總統走春行程 僅到初三 初四後勢必的密集 征詢內閣人士 但心隔魁要找誰 儘管陳建仁呼聲高 據悉本人意願低 而若是顾立雄 這國安體系勢必也得跟著動 至於蘇家全其侄子蘇正清 官司纏身 黨內因無法接受 我們尊重總統的安排與規劃 甚至不排除也有黑馬的可能啊 綠營立委話說得保守 但現在卻也傳出 如果真的催博郎 有沒有可能賴清得自己 撩落去副總統兼隔魁 因為1996年 時任總統的李登輝 曾經指派連戰過 不過卻也引發在野黨反彈 有多位立法委員向大法官申請解釋 大法官其後做成了 4至419號解釋 雖然呢 認為說這個是非顯然不相容 但是也提出了說 這個與憲政體制 其實是有違背的 副總統兼隔魁這條路 肯定行不通 TV日新聞 洪富華春環柔 台報道 新隔魁的人選悬而未決 而傳出前副總統 陳建仁的意願不高 政經也盛傳 民進黨若2024要營 其實可以找柯文哲當隔魁 更多分析交給婉柔 行政院長蘇貞昌 目前的狀態可以說是 請辭待命中 為什麼說請辭待命呢 責任總統蔡英文呢 還沒有找到新的隔魁 來接替他的職位 但現在新隔魁 到底該找誰呢 有個臉書粉專 叫做飄浪導遊 他就提出了一些建議 他說根據TVBS最新發出的 2024的總統大選民調呢 第一名的是侯友宜 有34%的支持度 第二名則是民進黨的賴清德呢 有25% 至於代表第三勢力的柯文哲呢 是位居第三 21% 既然柯文哲都位居第三名 為什麼不來跟民進黨合作呢 就飄浪導遊說呢 柯文哲有一種扶龍王的身份 跟誰合作誰就贏 所以他就建議說呢 乾脆民進黨把他找來當隔魁 尤其柯文哲跟賴清德關係不查 其呼聲最高的新隔魁人選 沒有找過他也沒有正式的征詢過他 甚至他也沒有跟鄭文燦來見面喔 不過其實知情人士說呢 當時呢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消息 就是因為蘇貞昌還沒有正式請辭 如果總統馬上就去找陳建仁的話 其實也代表對蘇貞昌的不尊重 所以呢之後總統應該還是會親自來征詢他的 黨務人士就分析說 現在其實總統的新隔魁就是鎖定陳建仁了 但是還沒有正式的約詢 那可能春節期間呢一定會有動作的 那他們的核心圈呢也希望說呢 這個人事案可以在初五前確定 不要再把這個戰場拉到過年後 但如果陳建仁真的不願意的話 該怎麼辦呢 目前呢還傳出另一個人選 這是國安會的秘書長顧立雄喔 但如果顧立雄的話呢 他現在要動的話 可能這國安體系都會有所變動 新北市長侯友宜傳出春節期間要出訪新加坡 所以新北登會的開幕會由副市長來出席 不過外界也有諸多揣測 侯友宜表示過年連續假期都會在台灣 之後會不會出訪也沒給肯定的答案 呼應市府過年不打烊 賀歲影片除夕一早 侯友宜來到三重聯誼 慰繞醫護 但傳出市長不打烊 直到初五開工 過年這人氣假期十天 我都會在台灣 我會跟我們的新北市所有的團隊 每一個人分工合作 各司其職 會這麼說 也是因為傳出新北登會開幕 將由副市長劉荷然主持侯友宜初五開工 就要出訪新加坡 被視為挑戰總統大位的起手勢 但侯市長間接否認 說自己都會帶台灣 確定會在台灣 然後那不去新北登會嗎 初五的時候還是有其他行程 其實我在過年這段時間 我都會在台灣 那最主要的 因為我是新北市市長 我對新北市是有責任的 一案侯市回答不給肯定句 但隔天初一按慣例 都會到板橋拜媽祖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也預計出席 兩人會同框出現嗎 慈惠宮拜廟在大年初一 畢竟黨內卡侯聲浪四起 郭侯和或許也是反被卡的解放之一 我現在的心境 最主要是把握現在 我在當新北市的每一天 真的該把握 畢竟下一站目標在哪 答案呼之欲出 今天主席新北市長侯友宜 化身暖男主廚來上菜 而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也秀了廚藝 甚至一邊主菜邊提醒說 國民黨必須無私無我 拿起國產化身中破腮 但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心態沒變 依舊把自己當成總教練 一個叫做 好運 隆東南 還有一道 是告典 大家能夠團結努力 無私無我 共同盛選 好運隆重來 完成 龍蝦生平治 搭配蔬食菜肴 與真正的中破菜 協力完成兩道喜慶年菜 但他過去口中的最強母雞 剛好也來割空尬廚藝 我們要買幾個米其條 那我們買一個就好了 等一下做 山藥湯 山藥幾湯 好那老闆娘應該要 要秤一下 要秤一下 我要秤 直接把五股市場當廚房 買菜備料倒下鍋 原地包辦 市場給自己煮的計劃打幾分 全家一起做菜 去就溫暖 那會有什麼事 那就是溫暖是比較的 過年團聚 是溫暖 選舉的是 先不談 現階段 總統提名 也沒定案 但還在尋找舞台的 一刻都不能偷懶 新年快樂 好 好 謝謝 那個公圈人 做保暖 好 謝謝 年前特別給街友送暖 前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表態投入2024立委選舉後 選哪 雖然民鬆口 卻以巧巧展開準備工作 如今共傳出 他鎖定過去議員選區之一的大安區 接棒未來的台北市副市長 林毅華一缺 但可能對手 除了現任議員 王熙怡 李柏毅 還有前國安會副秘書長 楊永明 競爭程度不在話下 下一步 想要進軍國會 這個是已經有一個初步的想法 大安區也確實是 很多朋友 這個力勸的選區之一 那也在我的考慮範圍之內 所以我還是會 繼續考慮 直作以藍營表定 三月後展開提名工作的 騎乘來看 現在起跑 時間點很剛好 提逼別人之中軍會 台北報導 烏克蘭的軍隊在巴赫姆特 持續落入被動 宣誓傳出 要被迫動用在南反反攻的兵力 來支援烏東傾斜 聽見龍龍炮聲 烏克蘭記者也難言緊張 為了爭奪烏東戰略重鎮 巴赫姆特 烏軍表示 俄軍白天轟炸不停歇 接著夜席 持續耗弱烏軍心力 有必要時 連自家軍隊都能牺牲 在这伤兵的车逃亡中不幸反复 乌军只能放弃死去同胞 拆掉轮胎作为战备物资 还被迫掉乌南兵力支援巴赫姆特前线 俄军声称已经包围巴赫姆特 法新报道匿名美国高层 因此建议乌军先蓄积重装备 精锐兵力好从南部反攻 但问题是西方先进军备何时来 乌军持续强调坦克能大幅提升机动性 在遍布战好的前线就能先发制人 尤其美国CIA局长和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秘密开会之际 市警俄罗斯还有15万新兵就快结训 预料将在春季发动大反攻 京俄坦克尽快送达 乌军也有更多时间撤离民众 特别是战前又7万人居住的巴赫姆特 目前还有7000人等待救援 而近郊小镇苏勒达尔 最近也在战火蹂躏下 居民苦不堪言 联合国周五已经出动三辆人道救援卡车 送上800人份物资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现在在乌冬地区的战线吃紧 但是路透社报道说 美国建议乌克兰最好等到新武器到位 再进行反攻 更多的分析交给婉柔 这欧乌战争到底何时才能划下搜紙 我们也知道这战争开打已经将近有一年的时间了 但现在最新的讯息就是 在1月19号的时候 美国国防部是再度宣布上乌克兰提供 25亿美元的军援计划 而且甚至有外媒路透社 还说美国的高层官员 还向乌克兰这边来透露说 建议乌克兰收到新的武器之后 而且这个部队要受到精美完整的训练之后 再来使用这波武器 为什么呢 他们说不要急着用 要一次希望能一举对俄军发动大规模的反攻 而这批价值25亿美元的军援武器 到底有哪些呢 其实包括了59辆的布莱迪德雷的步兵战车 以及90辆的史崔克装甲运兵车 还有追加海马斯的系统 另外还有8套的复仇者飞弹 还有2000枚的反装甲火箭 TVBS推出娱乐头条 扫描旁边的QR Code 加入LINE好友 最新的娱乐动态讯息 而现在乌克兰自治的惩罚者无人机 可以深入抵近45公里 专门用来摧毁步兵最害怕的破极炮阵地 这是很赶赴前线的 无军士兵里有一个人的身份很特别 钢灰武装底下 就是乌克兰家喻户晓的歌手 安德烈 安德烈在开战之后 从军抗恶神器 从麦克风变成手中的 惩罚者无人机 这种乌军自行研发的无人机造价便宜 还能够重复使用 能够深入敌军的领空45公里 是反制敌军威胁的力气 尤其是步兵最害怕的破极炮阵地 我可以抵抗 今天刑士寻求选择敌敌敌敌 在南部阶线上 UEV可以迟到40分钟 前准备敌兵 它也有同时的时间 返回到基地 无人机传回空拍影像之后 俄军躲藏的位置 通通暴露在后方的乌军眼中 轰炸完成 返航之后 负责取回无人机的小队 不用繁复地操作 就能够立刻撤离 避免被俄军反向追踪 暴露战斗位置 而技术支援小队则 安安稳稳躲在豪沟里面 监控战场的动静 无人机在收复赫尔松 扮演关键角色 用科技的力量 扳倒巨人 俄罗斯的人口比乌克兰多了三倍 军力多了七倍 普京远在莫斯科下指导旗 乌国的参谋总长跟国防部长 频繁出入激战前线 亲自独军 乌克兰军民上下一心 没再怕 乌军说这就是 势强凌弱的下场 别小看 绝境下的求生意志 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最近官司缠身 您还记得2018年他在推特上po文说要把特斯拉私有化 导致股价大震荡 现在股东们告上法院 指控他涉嫌诈欺 律师团各个表情严肃 走进旧金山法庭 因为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被告了 就是这篇po文 马斯克在2018年 在推特上说要把特斯拉私有化 还称资金已经到位 股价随之暴涨 但事后证实资金根本没确定 股价硬生生回跌 让股东们荷包流失上百万 因此告他涉嫌诈欺 马斯克20号亲自出庭辩护 称他的推文并不代表大家都会相信 陪胜团接着将裁决马斯克是否哄抬价格 如果确实如此恐怕要赔上巨额罚款 马斯克风波不断 美国科技业也陷入寒冬 科技巨拨微软宣布裁员1.1万人 谷歌母公司Alphabet 随后也决定裁掉1.2万人 占公司全球人力的6% alphabet执行账坦言 因为疫情时需求暴增所以扩边 如今市场不同不得不炒鱿鱼 科技业大裁源潮未停 但市场信心似乎未减 由于串流平台Netflix发布利多助攻 加上联准会暗示将缩减升息幅度 受到激励到球上涨330多点 纳指也大涨2.66% 科技类股领涨中厂收红 TBBS新闻综合报道 2023职场的关键字是安静招聘 全球缺工公司要获得新的技术人才 可能不是找新员工 而是短期约聘或者是让现有员工 担任新职务 除了帮客人点餐 C桌 霸台食材准备等等工作 也都跳下来帮忙做 婚姻会馆协理童佩文说 从疫情前其实就有缺人 疫情后生意复苏 现在更加吃力 其实我原本其实主要是做管理层面的事情 包含公司的资助 人资的管理这些 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缺工的问题 所以就变成我们会是 我需要要现场可能接待客人 帮忙服务客人 甚至宴席的时候 也会卡一个重要的角度 可能帮忙控场 管理PP这些 都要下去帮忙 几乎时间分配比 有六成都会在现场做这些事情 C里只能一人多工 另外可以看到员工 忙着布置场地 因为有人乘租场地 做插花园艺课教学 解封以后业绩快速上升 餐饮服务业相当需要人力 我们现在就平均将近有四万 可是还是很难找到 就是所谓的正值伙伴 我们以前可能疫情前 PP比例可能就是 大概是正值6 PP4 然后我们现在疫情后 几乎就是8.2 PP8然后正值2 这种方式去给他配 这个就可能比较好的日期 PP就请非常的 甚至比正值伙伴丢上了一倍两倍 打算将薪资和员工福利在网上拉高 这家婚宴会馆非常积极 争全职人力 希望吸引到餐饮人才 其实现在全球都面临人才不足的困境 再加上经济衰退的冲击 国外出现一个新名词 叫做安静招聘 意思是公司组织获得了新的技术人才 但并不是透过录取新的正值员工 而是有短期约聘补这个人力 或是让现有的员工担任新职务 或一人多工 像是澳洲航空为了解决人力缺口 要求管理阶层也要担任行李装卸人员 他长期缺工的情况之下 加上说又有安静招募的现象 那变成说一个人要多做很多事情 但是实际上他的续薪 或他的员工福利是没有跟上他的工作量的 那长期以往下来 员工当然会去思考说 我是不是要继续待在这个产业 是不是要选择转职或离职 如果安静招募的情况一直持续下去 那个产业的缺工现象只会更严重 从劳力的缺口到企业的捉襟线轴 种种环境因素都推动了安静招募的趋势 国外媒体也披露 大企业Google也巧巧做安静招募 就是招募职缺时 优先考虑公司内部适合的人选 挑选表现杰出工作范围跨越到其他业务的人 让他们填补优先度更高的职缺 而学者认为安静招募得小心导致更大的人力流失 以之前的安静离职流行语来说 意思是员工出现完成工作最低需求的工作态度 若雇主在安静招募 只怕安静离职又更严重 组织会陷入恶性循环 我们也不能只怪年轻人 也就是企业你到底怎么样去看待这些公司的员工 你给他是不是一个合理的待遇 你给他是不是一个有愿景的一个工作的 一个职业的一个路径 让他可以想象 那如果有的话 我相信年轻人还是会想要往上走的 那这时候他 你这时候就要多做事情 他会觉得这次对我来讲是学习 是一种发展 职能的发展 可是如果他没有这样的想象的时候 他觉得你如果工作我做就在剥削我 那就会员成那种恶性循环 所以我觉得还是 怎么样去形塑为一个 让年轻人在工作上 在职场上 他有一个合理的待遇 一个他觉得还蛮合理的 蛮公平的待遇 学者提醒 如果要一人多工 或是转换新职务挑战 那企业就要给予相对应的待遇和加紧 而不是只想着CP值 也就是别用最少人力做最多事情的思维 老板要求他做的新的工作 这时候可能就需要一个多职能的职业训练 那我们过去的职业训练 我们就只针对他目前的工作内容来做训练 那未来你这种多职能 就为了要 因为多任务嘛 多任务就需要多职能 所以这种跨领域的学习 可能就变得非常的重要 所以企业必须 要给员工这样的一个 提供这样的一个训练 教育训练的机会 那当然因为当我的任务变得复杂的时候 我的工作货位一定会增加 所以这时候老板可能要给他一些 在薪资上 待遇上给他一些加紧 愿意投资的企业才有长远 不被击倒的发展 人才就是一种资本 也能造就企业体系稳不稳固 TVBS新闻何嘉阳 谢谢C王毅杰台北桃源报导 不过美国科技圈还有华尔街的裁员大刀 都是朝高收入的员工下手 前线白领衰退的现象 新北市政府大礼堂 光一个早上就涌入数百位民众想找工作 农历年节前后 餐饮观光和零售业几乎都人力吃紧 包括金华酒店 星巴克 路易莎 搜狗百货 加勒福大润发等50家厂商 共释出近3000个职缺向各界招手 餐饮最多 是不错的 还比较好走 目前来讲还是以观光旅宿 还有观光餐饮 还有零售服务 这两个还是占大宗 今年因为有人力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年轻加开一场 所以我们年后2月3号还有一场 年后有一百多家厂商报名 容纳不下 我们也只能在挑选50家左右来报名 来参与而已 虽然国内景气亮出低迷的蓝灯 但人力市场供不应求 让基层劳工的就业机会和薪资相对有利 美国的情况同样如此 今年全球的经济很可能步入衰退 影响广大基层劳工 不过华尔街日报分析 在这波下滑当中 被裁员的多半是高薪金铜或白领阶级 加上他们的股票资产大幅缩水 因此形成了所谓的负衰退 服务需求强劲 带动低薪产业就业畅旺 但高所得的美国科技业员工 反而得面对裁员海啸 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已有超过1000家科技公司裁员 包括Amazon 脸书母公司Meta Intel 微软 Twitter在内 累计15.4万名员工打包走人 另外华尔街也吹财源风 高盛 瑞幸 摩根士丹利 就合计大砍8000人 专门替科技厂和投资银行 资历超过20年的专家发现 无论美国或台湾 不少高薪白领 的确难逃财源冲击 因为美元的升值 所以发不了债 那这些投资银行也赚不了钱了 没有IPO的机会了 那MMA减少 资金筹不到 所以这些人就变成荣源了 那当然公司先裁掉 等到明年第二季过了以后 再看是不是要 再recruit一些 比较young generation的 great talent再进来 电子产业了 在COVID时代的时候 这个都是缺人了 所以他们这些公司就 一直在挤着 就请很多人进来 那他们就突然中发现 经济还不会像之前那么好 所以就开始把他们lay off起来 不过这些人的 还是很多公司需要 他们这样子一个人才了 所以还没有真正的面对到 这个比较有影响力的 这个lay off的一个状况 经济衰退 不只有蓝领受害 从联准会数据来看 截至去年第三季 美国家庭收入最差的20%族群 收入比2019年多了42% 也比2021年增加17% 反观所得前25%的家庭 收入反而比2021年少了7.1% 华尔街日报分析 这得归咎于股市财富缩水 二来蓝领阶层 普遍能拿到政府纾困 就业机会也较多 因此白领和蓝领的处境呈现两样情 Lincoln的话 最近下载了5800万次 那所有这些华尔街的精通 可能就开始要找工作了 所以有增加了22%的这个member 他说我open to market open to job 所以对我们而言 我们觉得说可以捡到很多 这个华尔街的精通的 好优秀的人才 我们可以帮他转职 所谓的soft lending 是可能没有衰退 没有负成长了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应该还是会有一段时间的负成长 可能不会很深了 不过还是会有负成长 本身来讲不是一个 很让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 不过如果这个趋势再扩大的话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有台湾先生支撑的 前外资分析师古月韩预测 今年美国经济铁定衰退 就怕这波白领裁员潮 向外扩散波及底层劳工 对全球景气复苏而言 恐怕将不是好消息 TV北新闻杨亲婆 戴源丽台北报导 你有电话恐惧症吗 习惯使用通讯软体的社会新鲜人 有调查发现一半以上都有电话恐惧 不少人都接过单身交友的电话行销 电话另一端 我们带你来职集 我们会帮你安排跟我们女生会员一对一约会 这种认识女生的方式你可以接受吗 其实也就是一般的办公室 几个女生坐在位置上 打电话询问有没有交友意愿 因为我们的约会都是会跟女生一对一 见到本人的 就是不是网路交友 这种实体约会的行程你OK吗 爱情市场上真的有人忙到没时间 需要透过媒合 交友机构也真的帮了这些人大忙 可能是他们自己本身的工作 或者是个性的关系 比较没有办法去认识异性 那透过我们平台 其实就是可以真的就是有跟异性去做 就是多一点交友的机会 还蛮多人是直接就是接到电话之后 一听到交友就马上挂掉 或者是就是说不需要啊 你有结果问你是不是单身 或是要不要交友的电话吗 我们实际来到交友媒合平台 发现他们也成功撮合不少的单身男女 但很多人看到陌生来电 以为是诈骗或是行销就选择不接 那你可能因此就错过一段姻缘了 但拒接电话的状况越来越普遍 根据调查有半数以上的职场新鲜人 有电话恐惧 看到电话响起来 就会产生一股莫名焦虑 根据陌生来电辨识软体调查 台湾高达54%的学生有电话恐惧症 年子5年以内的职场新鲜人 对电话感到恐惧的比例近5成 资历一路累积到20年以上 能让比例下降17% 其实我们的好朋友都是文字嘛 真正你会用电话是什么 就是公司上面的客户 或者是简报或者是老板 所以当不是跟我们非常熟悉 这一群人越来越多 并且站着我们要接电话 大部分的比例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会希望 我们能够接这通电话 是不会白费的 我们会要求我们在 那通电话当中 是可以完善的表达我们的意见 英国心理学家研究也发现 每10%到15%的成人就有电话焦虑症状 其中更有2.5% 只要零声响就会出现呼吸急促等生理不适症状 直接跟你对话 他不是躲在键盘后面 他必须要去应对一个人 可是又不是面对这个人 电话恐惧症特征包括 看到电话打来就焦虑 手机万年静音逃避来电 手机在手上看着来电便未接来电 不接电话却用讯息回怎么了 希望亲朋好友传讯息就好 选择线上定位的餐厅 避免打电话定位 大部分的人其实还是在使用文字 所以当你的习惯变成短文字 短讯息的时候 你在沟通上面表达能力上面 你会渐渐的因为不习惯 可能就会没有自信 然后没有自信可能遭受一些挫折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通讯软体发达 让人们习惯对话时 有慢慢思考的空间 却也导致灵机应变能力变差 进而发现这种 不敢接电话的窘境 这个原因可能来自于 我以前接电话的时候 或打电话的时候 经验不是很好 或者是说我在使用电话的频率 现在只有大事才会响电话 所以当我在接电话之前 我就有一些预期性的焦虑 沟通这个事情 我们很多人认为它是 人际沟通人跟人 其实沟通包括自我的对话 intrapersonal communication 自我的沟通 所以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要先说服自己 愿意面对人 不好的经历 心思细腻 怕表现不如预期 认为自己没有做好准备 这些心理因素都会影响 若你也是这样的人 要怎么克服才好 对这个成因是来自于 我的一个失落的经验 挫折的经验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 这个成因是什么 然后找出这个害怕的原因 对 然后再来是 其实有些科技是可以辅助的 比如说当电话响起 我根本就不知道 来电是什么 可是现在有一些人 他可以事先知道 谁要打来 那再来是说 如果你要接电话 或打电话 你要讲事情的时候 你可以先用一个note 然后把你的重点给写下来 当然有些时候像 深呼吸也是一种方式啊 真正让你恐惧的不是电话 而是接电话前 无止境的小剧场 勇敢接起来吧 搞不好根本没你想的那么糟 TVBN新闻 李国阵王浩宇台北采访报导 过年很多人喜欢的 伴手礼跟零食肉干肉脂 业者早已经多请了 50位公独生加班 但今年价格跟成本 通通都上涨了 猪有大有小 切下来的大腿肉薄厚 宽度也不同 180度烘烤 还得照当天气温 湿度做微调 没熟的靠人力挑出来 边等边冷却 就连包装也得用手工 避免肉脂破碎 轻轻捏肉脂全碎 用视觉告诉你 0.1公分要多薄就有多薄 百年老店过年网路订单 早在12月初就结满 要应付出货 一天至少百斤猪肉 但疫情影响缺猪价格又涨 我们就是限量了 没办法 吃掉人工都涨价 猪的生产量 就不像以前 养猪户 没办法 合乎它的利润 所以大家都减量 所以买不到猪肉 生产线比平常 家派50位人力 还得加班5小时才坐得来 另外一间连锁肉干店 同样很忙 监受人力成本 把烘烤流程改成自动化 像是这台 就是他们的旋风炉 可以看到机台在里面 360度旋转 让肉干可以四面平均受热 不过还是得经过二次烘烤 才能把肉干的香味给提出来 麻辣肉干条 摊平冷却 表皮围焦的 一样得筛选挑出 疫后业绩明显成长 只怕订单赶不出来 多请20到30位勾读来帮忙 一个多月的迹象看成 大概今年的过年业绩 会稍微成长一点点 那我们预估抓在大概5%到10%的成长空间 原物料上涨 源头成本至少多三成 好不容易等到解封后的过年旺季 只能把握这波伴手里接单率 TVN新闻 周颖倫 黄敬寅台北报道 少此话浪潮之下 孩童持续减少 但是玩具市场的规模 却持续的创新高 因为近期推动玩具销售业绩的最大工程 不再是小朋友 而是12岁以上的老小孩 这些族群会花一定金额来买玩具 而疫情也带动宅商机 大人玩具市场的前景 Kindow的前景 也都十分的被看好 我最喜欢是这个 交财宝宝 因为他放在这里感觉就会很招财 办公桌前摆满大大小小可爱公仔 对上班族迎求来说 小孩玩的是玩具 大人玩的是疗愈 上班就多少难免都会有一些压力啊 然后但是看到这些就会 心情就会美丽的起来 比较快乐 比较开心 将公仔喷漆上色 利用3D建模技术 把2D平面图转为立体 设计师多以动物或可爱的疗愈题材去做发想 这间玩具公司与知名贴图插画家创作者合作 每个月开发一到两款新品 把他们的创作变成扭蛋玩具 我们合作的对象有 插画家 原型师或者是艺术家 那我们初衷就是希望大家认识他们之后 进而可以很喜欢他们的作品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会把他们平面的创作 或者是立体的原型啊 艺术品这些 把它制作成玩具 成为更好入手的收场 根据美国市调公司调查 在过去一年间 玩具销售额涨幅高达六成 而购买的人大多是成年人 尽管在少子化浪潮下 儿童持续减少 但玩具市场规模却创新高 主因就是疫情带动宅经济商机 刺激对玩具的需求 就是现在其实少子化 甚至台湾也很严重 做小朋友的玩具的市场 可能已经大不如前了 对然后反而是现在就是以前 妈妈爸爸那一辈他们赚到钱 然后现在已经可能四五十岁了 那他们会想要去弥补自己小时候一些 就是比如说比较怀旧的东西 去透过一些手段 比如说买玩具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去把它弥补回来 对所以这块市场就是 也有越来越大的潜力 在大家宅在家里的时候 没有事情做 要找一些娱乐可以去做 所以像游戏类的东西 就是会卖得非常的好 像乐高这些大厂 他们在那段时间 慢慢推出一些怀旧系列的 电影系列的 比如说他可能做成的是 汽车的模型 他买来干嘛呢 一个是就是制作 享受制作的过程 不是拿来玩 那第二个部分是收场 那第三个部分是 他可以未来 或许有机会可以转卖 有他的价值 根据因果研究发现 每十一个玩具中 就有一个是成年人自己购买的 其中18到34岁的千禧世代 是主要的消费年龄 买的类型包括像是游戏与拼图 金木套件 人偶公仔 以及车子模型等等为主 而玩具业者更瞄准大人喜好 不断变换新花样 最近在大人玩具市场流行一种新玩具 叫做盲盒 盒子里面装着不同款式的公仔 在抽的时候全凭运气 运气不好的话 可能会抽到重复的款式 而大部分的盲盒都联名经典角色 配上高昂的授权金 因此单价也不低 像这个就是那个 一个IP联名款 然后呢 那今年他这个厂商 还有推到像模型跟他去做结合 品运气抽中商品的销售模式 激发消费者的好奇心 盲盒推神初心的速度快 加上产品精致 种类多样 创造破亿商机 所以他是玩具 IP 设计潮流 各种风格都有多元结合的一个东西 一个项目 所以他这几年的市场呢 几乎都是翻倍翻倍在涨 像去年都已经来到破亿的阶段 就是光盲盒小盒本体的市场 都已经来到破亿的阶段 那再加上大型设计师的潮流物 延伸商品等等 市场其实一直在看多了 以日本玩具市场为例 在2001年达到8413亿日元后 持续缩小 不过日本玩具协会 日前公布2021年玩具市场规模 却比前一年成长8.5% 预计还会持续扩大 疫情带动宅经济商机 大人玩具市场前景看好 TVBS新闻 严瑞生 刘燕轩 台中台北采访报道 纽西兰总理阿尔登闪电宣布卸任 现在继任人选出如 现任教育部长的西金斯 渴望可以接任 成为纽西兰的新总理 美国宣布要制裁俄国的瓦格纳 傭兵集团也公布了照片 证明北韩提供武器 协助傭兵团在乌克兰作战 宣布首度以个人身份登上春晚 过去他是以小虎队身份来登台 而历经演戏唱歌导演一连串人生经历 再度回到歌手身份 一起度过除夕夜 苏友鹏因为参加大陆综艺节目 结果迎来演艺事业的第二春 今年首次以个人身份上春晚 2010年虎年春晚 小虎队合体后 给无数60后70后的观众 带来青春回忆 当时苏友鹏和吴奇楼 陈志鹏在春晚上 相约十二年后的虎年再见 十二年后三个人因为种种原因 无法完成对观众的承诺 2023年的春晚 苏友鹏一人来实践当年的约定 由苏友鹏 江运恒 大陆歌手汪苏龙 王正亮 一起演唱的跟往事干了好几杯 在复古的萨克斯风氛围 怀念青春 这也是江运恒在时隔22年后 重返春晚的舞台 江运恒三十二年前第一次登上春晚 有七亿人看他表演 从此在大陆打开了知名度 如今虽然已经过了32年 但对于许多老观众而言 这种追忆感无可期待 TVBS新闻 廖广斌 陈向如 总和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